好的各位彩6玩家们没玩过彩6的玩家们想买没买彩6的玩家们大家好 彩虹6号围攻几周前更新了一个非常大的版本 也就是传说中的求生之路3 那么我正好趁着这股要灭了的热气给大家带来一期与正常评测完全不是一个画风的评测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不过预避的这个加载速度也是可以让我多咧咧两句啊 我硬盘有国 我想各位在看我视频的应该都是彩6玩家吧 所以这期视频没有游戏历史什么的 我会直接讲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和对这个游戏的看法 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推荐这款游戏 你看看 我说完这些 你看看他还没加载进去呢 你看垃圾土豆 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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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啊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没有玩过彩虹六号围攻的玩家 这是一款颠覆性的设计游戏 这是一款摆脱了一路突突突的设计游戏 即使在大淘沙漠是火热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不同的设计游戏体验 咱们今天不说那些什么彩虹六号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大道理啊 因为看别人之前的评测估计都听吐了啊 所以咱们只吹牛逼 首先是这个游戏的特色啊 干源 这里有各种个性鲜明的干源啊 有首相就都有的 有扎人质为目的的啊 还有出生就是为了自爆的那种奇特干源啊 哎对了还有一个是从小品过来的干源啊 嗯 啥 你让我正经评测啊 但是根本就 可能的啊 每个干源呢都有类似技能的装备 有信号干扰 爆破锤 龙鳞板 心跳感应 等等等等 根据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场景 有不同的效率啊 绝对不是需要瞎选的 不过防守方除一格外 基本上都是冲锋箱 这么的近距离作战的武器 当然你要是非得去冲外投人 我也不管你了 嗯 哦对了啊 任志决 看到fuse没 你懂吧 哎 玩就得了 你活着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三个炸药全炸掉 你这也会非常开心的 啊 啊 啊 不理的没用的 来说说画面啊 彩虹 六号 这个游戏 本身啊 就不是在画质上太吃香的游戏 即使是画面全开 也不算目前游戏很好的一类 尤其是因为 这次的僵尸模式更新 导致之前玩着帧数很高的设置 在这想要保持同样的帧数的话 就在这啊 只能降低画面了 嗯 如果你是GTX1070以上就不用管了 嗯 但是我为什么从来不追究这点呢 因为这款游戏真的就是狭不掩狱啊 即使是在众多bug 服务系偶尔掉的情况下 依然无法动摇玩家们想要玩些些的想法 啊 因为实在是太有TM好玩了 嗯 作为一名之前从来没有玩过这种FPS的玩家呢 这游戏对我而言 是颠覆性的游戏体验 无论是作为进攻方获取情报 运用各种技能突破冲锋啊 或者是打坏摄像头 还是作为防守方建立防线 部署装置 都让这个游戏从头到尾都没有无聊可言 玩的时候呢 保持着精神紧绷啊 敌人可能一步留神就将你击杀了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游戏模式下 也不会让你觉得玩多了很疲惫或者很生气 彩虹6号可以说即使在现在 依然是射击游戏里的一股清流 在目前吃鸡兔兔兔的FPS游戏横行的情况下 这款游戏是绝对不可多得的 即使是对于其他游戏异常俗套的打僵尸 也变得不俗套 最近正好啊 标准版以上的玩家可以直接获得所有技术干源 并且枪械配件免费 所以正是没入坑的各位非常适合入坑的时候 总的来说要细节有细节 要战术有战术 既需求身法又需求枪法 在这之上还不缺乏娱乐性 这款游戏在刚上市的时候一路走向冷门 却在现在一步步越走越踏实 它不像吃鸡一样火热 因为它们门槛很高 很多普通玩家敬而远之 它只是靠着自己真正的游戏性和玩法上取得了成功 即使是这段时间的干源免费和配件免费 让老玩家不满 也不会让老玩家彻底抛弃这款游戏 说它硬核又不是娱乐性 说它轻松又让你时刻紧绷 这就是这款游戏的魅力所在 相信这款游戏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玩家 让更多的玩家体验这种游戏的魅力 本期视频非常非常短 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出来这款游戏的任何槽点 除了那些bug和联网体验之外 我其他都是一笔带过 所以说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完美 我也不需要在那里强行的 所以说 刚才我的成语说错了对吗 好吧 那我错了 所以说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各位看得开心看得愉快 这期视频不是什么正经的评测 从来没正经过 这个评测就从来没有正经过 你懂不懂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各位喜欢投入收藏 然后之后再帮我给做字簿的那位哥们 加个关注什么的 好了 各位拜拜 感谢观看